全省连锁的知名瑜伽中心爆发了消费纠纷 受害者今天在立法院里颤抖的控诉 他只跳了一堂的鱼掐客 竟然被收费上万元 连他得了忧郁症都不准解约 甚至还被求偿高达两到五万不等的违约金 二十多名的受害者组成了自救会 今天到立院拉白布条抗议 出勇敢 手段可怕 不给解约 超高所费 高举白布条抗议的是知名瑜伽中心 解约条件严苛甚至不可常理 竟然白子黑字明定 只有死亡或残降才有机会 蛮严重的诊断出来是重度忧郁症 然后还有一些轻生的念头 在合约期满大概隔了很久之后 两年多之后还跟我追逃这笔费用 那金额是三万五千四 公司真的就是解雇了之后就没有办法 在就是两年的合约大概走不下去 可能你已经预缴接近上万块 可是只上一堂课或是几堂课 他求偿的金额却要高达三到五万不等 而更多的是原本以为有14天试跳起 开心签约 想要好好体验 哪里知道这堂课代价这么高 去年的8月到现在2月 我完全没有去上过任何课程 可是我已经连续被扣款了六个月 我们应该是不会这么做 那可能是他这位业务 不知道他是在话术上还是有什么样子的问题 如果你要长久经营 用这种欺骗的手法相当的不自然 他没有载明什么七天以内 免那个没有使用设施 可以退费这样的文字的话 其实消费者还是可以积极来主张的 提醒消费者签约前一定要看清楚 合约内容并且把握三天审阅期 而即使解约健身中心 违约金也不得超过月费的两倍